鱼饭的制作程序并不复杂 但对盐的把控直接影响鱼饭的鲜味 不用去磷泡肚 将巴浪鱼置于浓度为20%的盐水浸泡20分钟 防止鱼在煮制过程中肉身破裂 盐水的镜子下鱼肉中的水分流失 肉质收缩 鱼身变得更加紧实 撒上薄盐 去除鱼身棉液 将多余的水分排出 鱼头逆时针摆放 鱼身稍微弯曲 鱼肚向内 条条相叠 将装好的架子放入6%的盐水组制 随着温度的升高 盐水缓慢渗入 巴浪鱼的腥味去掉大半 肉质变得软硬适中 15分钟后便可起锅 用肺盐水淋撒鱼身 将鱼表面的杂质冲洗干净 煮好的巴浪鱼饭摆放在架子上自然摊量 巴浪鱼粗糙肥厚的肉质经过风干后变得更具弹性 在当地吃鱼饭必备一碟普宁豆酱 由蒸熟的黄豆自然发酵而成 豆酱咸鲜带干的味道搭配鱼饭 干润鲜美 淡而不薄 各类海产品经过盐水煮制后的统称 当地渔民出海捕鱼 以鱼当饭而食 鱼饭由此得名 种类丰富 其中最传统的就是巴浪鱼饭 巴浪鱼 全名兰元申 繁殖迅速 产量大 广泛分布在我国东南海域 肉质粗实 腥香厚味 烹饪方式多样 热油煎制 鲜甜之外 平添细微的焦香 与普宁豆酱一同蒸煮 使巴浪鱼咸香惹味 巴浪鱼体内足氨酸含量较高 极易腐烂变质 为了延长保质期 汕头人把新鲜上岸的巴浪鱼 制作成鱼饭 新鲜至优的巴浪鱼饭 外表富有光泽 肉质紧实 口感清甜微咸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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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比较接近了 我本身的味道吧 特别的鲜 然后原汁原味的 嗯 鲜鱼饭